可以去看的就是中良加階康 這個就是1610 表現其實是OK的,亦是升6%左右 近期來說,為何可以在市況表現之下 特別是今天來說,亦是逆時能夠上升 其實overall是看什麼呢? 其實你看看內地的豬肉價格的運行 即是那個豬周期 其實現在就去到一個想去由低位回升的局面 相信其實現在就會中逆回升的情況 所以其實如果內地的豬價能夠慢慢地平穩地回升上去的話 其實對於中良加階康來說,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利好 再看回它本身,其實它有一個中良集團的背景 其實對它養豬的成本其實是有一個優勢 最重要的是豬價方面 因為你只是看外部價格 現在看overall的整體豬周期 其實其實可以很容易慢慢慢慢地 因為你經歷了那種股局 其實你三兩年就是一個系統 現在我希望是一個轉回上去那個系統 你再加上其實這個系統 對於你overall的整體外圍市況 其實相對上的影響就不會有什麼 因為你都是內地的市場 這隻股局相對上你對於大市overall來講 除非那個狀態是十分之差 否則它才會有一個比較顯著的correlation 所以你想找一些不是跟大市的相關度那麼高 然後它的基本因素又轉回應該是好轉的情況之下 而第三其實它的股價走勢又相對上是 向此見到它觸底轉強之餘 還有有機會過你近幾個月的高位的話 我覺得其實中良加大行 又不妨可以去留意一下 特別在這些市況之下 否則科技股也有估計 其實可能有機會進行 千多之後有機會整股一下的時候 找回一些比較的行程 有機會是獨立於大市 就是Fondamental又有機會受惠的股份 如果策略上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去一下水平 去小柱去買入 向下來說 截穿回 我覺得可以低一點 失守回到五月的低位 對啦 又失去兩個八號字 這些水平的話 才會進行一個支持 上去看 很短期的 你先上去看 3.6毫半 其實很多時候 過了這些位置都不止 你看看3.7-3.8 這些水平 初步就 第一個位置 第一個做得力就是3.6毫半 我覺得上去看3.7-3.7毫半 這些水平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一張截力股 這是其中一隻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一張截力股